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JS对象的一种格式 JS的数据格式实际上是JS对象 JavaScript对象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有两种 一种是对象 就是在我们JSJavaScript的变方对象里面 我们也称为叫对象 一样的 概念是一样的 我现在跟你讲的 其实你可以认为是JS里面的这个概念 JS的里面的概念 那对象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对象格式 对象的这个语法和格式 是这样的 首先呢 这个正常情况下 正常情况下 这是一个属性名 属性名 冒号 属性值 啊 属性值 然后呢 这个属性只要考虑啊 它是制服类型的话 加单引号 是吧 加双引号 是吧 单引号或双引号 就是如果是数值啊 是制服上类型的话 加双引号 如果数值型的话就不用加 怪型的话也要加双引号 怪质类型也不用加 除了制服型 除了制服型 其他的类型呢 你根据实际情况 啊 根据实际情况来加就可以了 那么多个啊 多个属性之间 用逗号分割 对吧 多个属性之间啊 用逗号分割 那么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对象结构 这是对象结构 那么比如说我们 来写一个刚才那个 刚才的那个 Tiger啊 那个Tiger使的那个格式 那比如说我们 如啊 如这个Tiger的格式呢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个Tiger格式 它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ID 对吧 ID 然后呢等于1 逗号 还有一个什么 Name 冒号 等于什么 比如说 美食 对吧 这是一个 来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就是对象类型 啊 对象类型 啊 这是属性之间的 这是对象格式啊 这是对象格式 好 那么 经常呢 还有格式呢 叫什么呢 宿主格式 啊 宿主格式 那么宿主格式的话 注意啊 宿主格式的话是这样的 中口号 啊 中口号 就是宿主格式 宿主格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分这个成员 啊 我们叫成员 啊 成员1 啊 购号 成员2 那么这个成员呢 后面有很多 是吧 你可以加很多 是这个是吧 这个省略了啊 是这个是吧 省略了啊 啊 省略了 这个 你这里可以 给他加你啊 我们加多号省略啊 多号省略 然后呢 这个注意啊 这个格式啊 这个成员是什么类型的 成员 可以是什么 普通的 普通的这个类型 啊 这个类型里面呢 我们包括了 这个什么 字符型 啊 我们叫实际形 啊 实际形 这个实际形呢 在JS当中啊 它的名字叫 小写的实际 小写实际 还有什么 Number类型 Number它有分两种 第一个是Int 第一个是Flow 啊 这两种 啊 还有呢 布外型 啊 还有布外型 啊 我再想想啊 其他的 就没了好像 我记得好像是几个 啊 这个普通类型 普通类型 那么这个普通外型的话 我们看看啊 那么我们呢 举个例子啊 那么如 它这样写的 啊 如下一步 然后我们看看啊 这样写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 1 2 2 9 10 这是一种类型 对吧 这是一种 那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 理解我意思吧 这个类型 数组的类型 它的每个元素类型 是不是都一样的 这样呢 我们才能构成数组啊 然后它就乱套了 然后呢 这个里面你可以写一个 是吧 比如说 呃 这个 我写个名字吧 是吧 Dyson 逗号 这个 Mark 逗号 呃 Jerry 是吧 这样的 能理解我意思吧 这个是数组格式的啊 数组格式的 那么 我们成员呢 也可以是什么 对象类型 成员呢 呃 也可以是 什么 对象类型 这个叫普通的数据类型 呃 数据类型 也可以是什么 对象类型 啊 也可以是对象类型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来看看 如 啊 如 那刚才我们呢 呃 写的这个内容 啊 是这个对象 是吧 我们是不是讲了对象了 我们把对象呢 可以融合到什么地方来 数据里面来 是吧 你们太出名了啊 我们给他挪到 数据里面来 然后呢 同样的挪一下 哎 这样的一个格式 是吧 然后这个里面呢 叫什么 刚才我们写的叫什么 服装 啊 服装 啊 还有等等等等等等 那 那这就是我们的数据格式 对吧 数据格式 那么当然我们对于这个对象里面的一个属性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什么 就是这个属性值 对于我们属性值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也可以是一个对象 或者一个宿主 对吧 就是对于我们属性值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也可以是一种 是吧 普通的类型 或者对象类型 或者是什么 宿主类型 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的 啊 也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阶神的数据结构啊 数据结构 那么 我们数据结构呢 这个数据结构我们认识了啊 我们对他这个结构做了一个认知 那么接下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 在加碗当中 第一个解析阶神 第二个生成阶神 解析阶神的话呢 就是不是特别的难啊 啊 生成阶神也不是特别难 那这里面交给谁来做 这个呢 构神 或者是什么 叫发生阶神 现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你看啊 我们现在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 对阶神啊 我们加瓦 啊 加瓦支持 这个 阶神 数据的 生成 和解析的工具类 啊 和解析的 这个工具啊 工具 工具类 或者叫架包 啊 工具包呢 有哪些呢 哎 啊 工具包 那么 有 多少呢 有三种 啊 有三种 呃 有三种啊 一般 有三种 那这三种是什么呢 注意看啊 那么第一种呢 我们叫 解 解析 好像是 啊 解析 应该这样写的吧 解析 啊 这个是 普通的一种 解析方式 它里面有两个对象 有两个对象 很重要的 一个叫 接生 object 一个叫 接生 啊 啊 这两个核心的类 啊 这两个核心类 那第二种呢 是这个 比如说像 GOSEN 谷歌的 提供了一个类 那么 它的核心类 就是GOSEN 啊 它的核心类 就是GOSEN 还有一个是 叫 Type 嗯 Token Type Token 类型 类型的 令牌 啊 类型的令牌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是 这个叫 Fast Jason 它的这个类 叫啥类的呢 就叫 Jason 好像 好像叫Jason 这个类 这下面 才的核心的类啊 FastJason 是 阿里巴巴的 啊 阿里巴巴的用的 他们自己封装一套 这个Jason 的 操作库 操作库 就是三种方式啊 三种方式 我看这个名字 好像 有点 怪啊 我来看看啊 那现在呢 呃 我给这个 三种解析Jason的方式的 这个架包啊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看啊 这个架包在啥地方 啊 在这一块 我看那个是不是 就是普通的Jason 是吧 普通的Jason 就是FastJason的 呃 那个 呃 Jason的那个 是吧 应该是 FastJason和Guston 这三个包呢 都有 啊 都有 呃 我记得我给他 做了一个压缩 那我再 再 再压一下 给大家发过去 啊 有 有一个压缩包 那这个你们 我可以给大家发一下啊 以前讲过Jason解析没 讲过有是吧 有包是吧 没有 啊 咱哥 咱哥就行了啊 有一种就行了啊 有一种就可以了 你用那么多干啥 呃 呃 从效率来讲的话 最快的是谁呢 呃 呃 是哪一种 是FastJason 还是 Guston 还是 原生的Jication 最 性能最高的是 原生的Jication 啊 然后 那个是基于自无传 然后通过相应的方式来解析的 呃 然后那个 FastJason和Guston 他用的是反射的方式来做的 所以性能比较差一些 呃 用反射啊 写框架 他就是用你 让你容易去用 但不一定是什么 不一定性能高 是吧 不一定性能高 但是有 有的时候呢 你必须得用 啊 我把这个给他发一下 啊 嗯 那这里面呢 我们看看用哪种方式呢 想用哪种呢 这是哪种 Guston啊 简单一点 性能最好的 我告诉你啊 这个你要写的话 这个 生成一个Jication啊 你要辨入所有的list 然后呢 拿到他对象里面所有的属性 然后你可以按去创建对象 然后你这个步骤多一些 性能高是高 但是步骤多 像FARS的阶层是最简单 FARS的阶层是吧 好来我们看看啊 这是最简单 一句话就可以搞定了 这种就最好是吧 啊 现在前期就先 先学最好的是吧 最好用的啊 不是最好的 最好用的 啊 然后我们把它考过来 你们收完了没 收完了 收完了你把FARS的阶层给它 考过来 嗯 FARS的阶层给它 考过来啊 考过来 考过来它会自动 发布到我们这个 外部APP library是吧 是不是发布过来了 你去找它里面的 核心的类啊 它的核心类 应该就在这一块 我看看啊 它的类名叫Json 啊 就叫Json 还有一个JsonArray 还有一个JsonObject 但是我们通常用的是这个抽象的类啊 Json 啊 Json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它粘进来之后呢 下面 我们就要把这个list的集合转成 接生数组 easy 非常easy 来看看啊 Json点 啊 这里面需要导包 啊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导一下包 这里面有一个叫 呃 to ストream 是吧 啊 to ストream Json ストream 啊 to json ストream 你看啊 这个还有没有 to Json其他的方法 没有了吧 呃 没有啊 就就to json ストream就行了 然后这里面传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对象就是这个 tags list 就完了 啊 这是最快的 一句话搞定 然后 呃 你把它呃 这个 拿到它的 Json的字幕算 你拿到Json字幕算 啊 等于它 啊 这里面报错吗 没有报错是吧 那这时候你再打印一下它 你看看 它的效果 啊 再打印一下这个Json 那你看看 是吧 上面就是一句话搞定 下面就是打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再启动起来 单元测试啊 启动起来 看看 看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啊 呦 这么慢 你们跑起来了 结果呢 挺好看的 是吧 诶 我这个 啊 跑起来了 是这样的吧 这是 前期是一个数组 里面数组是 每个元素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 只有两个属性 这个属性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类 是一样的 啊 类是一样的 这就是Json数据吗 这个就是Json周串数据啊 Json周串数据 我们后面呢 要请求的时候 把这个Json周串数据呢 给它干什么 返回回去 啊 给它返回回去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现在 单元测试这块呢 我们给它做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干什么 我们需要干什么 你看我写代码是不是 循性鉴定的 把这个代码先给它 单元测试 完了测试成功之后 我们再接着往下走 是吧 是那现在接下来 我们就提供 提供给前端的一个 什么 请求 业务控制器 是吧 然后呢 从道里面 拿到你所有的标签 把数据转成Json 返回回去 是对是吧 那现在我们怎么能 做到这件事情呢 对我们的业务控制器 来讲的话 能不能实现呢 这个现在 目前我们的框架 是很难实现的 为什么呀 我们看看控制器啊 看看我们的控制器 我们的控制器呢 它的result 是不是反正都是 一个页面啊 那么我们想 接着拿到数据的话 想接着拿到数据的话 那这个时候 注意啊 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干什么 是不是就没办法 来干什么呀 来返回它的数据啊 是不是 没办法返回它的数据吧 那现在怎么办呢 其实呢 有两种写法 一种写法就是 我们判断它接收的类型 啊 通过这个 通过它请求里面的 接收类型 这个accessible 哦 accessor 是吧 accessor 然后来判断 accessor type吧 来判断它的接收类型 是什么 如果是接收类型 是阶层数据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走这个 react 跳转页面了 啊 这是一种 但这种呢 呃 你的前端 呃 你对我们业务 控制器啊 配置中心呢 不是特别的 明确 不特别明确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 在这个配置中心这块啊 配置中心这块 我们要加一个属性 啊 在result这块啊 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是什么呢 或者说我们 在这个请求的这个里面 加一个属性 什么属性呢 它的 结果类型 它的content type 是什么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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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